我们国人画的壁画 你看见人特别的多 但是它很安静 它让你感觉这个心 一下就能放得下来 一点都不复造 像永乐宫的场面就相当的大了 几百人 大概出来以后 井然有序 一点都不乱 但是又不呆板 很丰富 完全符合绘画的那些 美学的那些基本要素 都很符合 精神层面 它就给你感觉是 这个东西很近 进去以后 一下让你的心灵 就感觉是有一种洗地感 这个是中国人最求 寺庙有寺庙的要求 你不能画上公共建筑 像我画上地铁里面的风格 要有传统的这一套系统 按住人家的规则接轨 我们都是学现代的 起码你受的是现代教育 你要去寺庙里面画 士官的壁画 那就符合人家士官的 这个宗教的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的话 就是按照古字传下来的 这个古字呢 你觉得熟悉 尊重它 学习它 了解了 才能去遵循那个古字 来去画 这样才有可能和古人的那个精神 有接近的地方 我们是画的寺庙有五六个了 五六个现在总面积呢 算下来大概有两千平米左右的情况 但是和现存的那个古代壁画相比 那差得太远了 我们十几年开始画这个 人数确实是很少 这个寺庙这个条件比较苦 这个是我们现在做这个 好多都是那个白手起家 已经很努力了 我们现在能做到的 就是一个呢 是把技法能够传承住 不要断了香火 让后人知道这个事 怎么来做的 我们两个人是非常有限的 我是希望美术类的院校 能够开设这个课 有更多的高水平的人 就进来 也去实践去画 能带同一大批人都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有希望了 现在呢我们觉得孤单的很大